在猶太的習俗裡, 每一個頭生的兒子, 從他母親的房子, 從他母親的房子, 都要獻給神的兒子。 不單是人, 還有所有的動物, 也是要獻給神的。 這就是要獻給神的最好的。 不單是人, 還有所有的動物也是要獻給神。 但其實, 如果我們看到神的禮物, 在關於孩子們, 這很奇怪, 因為沒有孩子們 開放了祂母親的房子, 這就是在開啟的動物。 這就是在開啟的動物。 這就是只有一次, 因為, 耶穌祂不是開啟的動物, 在開啟的動物。 所以, 這就是在開啟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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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啟的動物有親密關係的時候, 就開啟。 所以, 在旧約這部分, 他講得有點不清楚。 那也有很多, 就是說, 我主坐在我主的旁邊。 那之後是在新約, 耶穌出現之後, 這部分的經文被解釋清楚。 我們在慶祂的聚會。 那就是在禮拜的聖殿, 耶穌在聖殿裡。 那就是在聖殿裡。 那就是在聖殿裡。 因為聖殿裡是神的地方, 聖殿裡的地方, 聖殿裡的地方, 所以, 正在聖殿裡, 在聖殿裡。 所以耶穌遇見耶穌在聖殿裡。 那就是他進入這個優太的聖殿, 也進入到優太的這個族群裡面。 那也是聖殿, 也就是神的這個族群裡面。 那也是聖殿, 也正式地進入到這個族群裡面。 那另一部分, 是在聖殿裡的族群裡面。 是在聖殿裡的族群裡面。 那女人, 是在生命中的族群, 她是不清潔。 那在優太的族群裡面。 也有這個誡命。 就是當婦女生產之後, 是被視為不竭的。 那這個不清潔, 並不是任何壞事。 是神的祝福。 但是, 在古代的時刻, 甚至五十年後, 那女人, 是非常疼, 非常危險, 去外出, 健康。 其實, 在古代的時刻, 是oyo 國族群裡面都禁了。 那多於是在台灣都很遂的, 她們接受了很多錢的, 至少他們來門外。 她們在客延, 會想給她們很多錢, 去一間店裡吃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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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這麽多錢花了那麼多錢, 所以它不會有習慣。 因為那沒有一個藥物, 就是沒有特別的藥物。 那身上的藥物。 他當時就是在婦女生產之後被視為不潔的 但是不是這個不潔的不是是不好的 他是被神所祝福的 那他為什麼那時候沒辦法去聖殿呢? 因為那時候當時身體非常虛弱 即便是說在五十年前也沒有這一方面的醫療上的保健 那至今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就是婦女生產之後 那會花大筆的錢住進月子中心 那所以在這一方面就是教會祂祭祀他們也無能為 就是要等待這時間讓他身體康復 而且雖然聖母並沒有給予每個女人 因為耶穌出了她的胸部 那聖母瑪利亞她的生產跟一般的婦女生產是不一樣的 當耶穌出生之後她仍然來保持童真女的身份 其實而且有一個報道從我所語言 我沒有從沒成為的經驗 但在禮師裡面清家著世上的父母 陳祥龍的祖父子 當所所聖母的供應 他繼續留下婦女生士 因為這位婦女生在一個場所在禮 一人女生出生在禮 她並不是進入聖經中的經文, 而她並不是進入聖經中的經文。 善加利亞是詩喜約翰的父親, 她是一位大祭司。 當時在聖經中的父女有婚兩部份, 有童真女和已婚的, 她依然把聖母瑪利亞放在童真女那一部份。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們說這就是善加利亞, 他們也被殺了善加利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善加利亞也遭迫害。 但無論如何, 最重要的是, 有些人在等待, 聖經常在教會, 神經常在訪問祂的人。 有一位非常虔誠的人, 名字是聖母恩。 聖經常在教會時, 神經常在教會時, 神經常在教會時。 但是說, 神經常在教會時如果神經時, 神經常在教會時便不相信。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不知道分解為他分析 Hisase, 或未必練習。 它分析是自己的聖經、 很重要的是, 而是聖經的聖經由聖經, 祂從前看見耶穌祂的祂。 所以在聖經裡記載,約瑟雖然沒有提到很多重點, 因為瑟雖然帶著聖靈到聖殿。 所以他看到耶穌, 然後他拿著牠在牠的手上, 然後聖靈啟迪了希面。 然後在希面看出瑪利亞手中的小嬰兒是耶穌, 那牠就完成牠的先知的預言。 牠非常高興, 極限的高興。 牠手中抱著耶穌基督小嬰孩。 然後牠就說了聖靈啟迪。 在聖靈禮, 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下, 在聖靈啟迪, 聖靈啟迪, 皆さん主們, 請盡聖靈晚上的時間! 趁聖靈禮, 請盡聖靈, 請 e 皮圣離。 聖靈禮, 正確 sight 了聖靈素。 因為我的眼睛親眼見到救恩, 誰是以色列人的光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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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以色列人的光燥, 這是一個深切的期許, 我會再講幾句話。 那其他人聽見都非常驚訝, 因為這不是一般普遍的現象。 然後他也給瑪利亞, 他也給瑪利亞說, 那麽讓瑪利亞訴託, 你只能說:「阿神神神, 是非確定的話。」 是,應該是神神的, 但他將會在落實的價值。 很多人會跌倒,也會影響到很多人。 這裡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看,耶穌出來了, 祂做了很多奇蹟的奇蹟, 其他人也相信, 其他人也說, 他們看到奇蹟的奇蹟, 他們也不相信。 耶穌所行的神經, 很多人相信, 又很多人不信。 祂說, 很多人的心思會被顯明出來。 甚至人們, 例如,來教會, 一人來祈禱祈禱, 另一人來祈禱祈禱祈禱, 另一人來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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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一人來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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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那兩者的狀態寫了, 一人說:「拿我來自你, 然後讓我去祂寫, 讓我去祂寫, 再讓我去祂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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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都在同樣的狀態, 他們的想法是有多少。 也就是他們的想法。 他們所反映的是不一樣的。 一個人對耶穌說, 請記得我在祢的國度中。 另一個人對耶穌說, 如果祢是神的兒子, 那祢從十字架上下來。 所以,你明白嗎? 神尊敬自由, 祂並不是說, 所有人都閉嘴, 祂接受自由, 神尊敬每個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神尊敬每個人的自由意志, 祂不強迫別人說, 祂一定要遵照我怎麼做。 但是祂的出現, 可以顯明每個人的這個人格特質。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這個, 耶穌前面, 我們會看到誰我們是, 如果我們是好, 如果我們不是好, 因為我們可以明白, 我們可以改變。 可能不是一遍, 但是之後。 所以,當耶穌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以認識真實的, 我們自己是怎麼樣的人。 那如果是好的,當然是很好。 那如果是不好的,也沒關係。 至少我們知道我們自己不好, 那我們可以來改進。 那他會對瑪利亞說的, 當然瑪利亞也知道, 因為瑪利亞知道,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 為四人犧牲受難。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 那他的母親愛他, 就是非常激進的愛他, 那時候他的心就如同刀釋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西面在聖殿中遇到耶穌基督, 那他的預言卻不是說, 跟瑪利亞說, 你的兒子是神, 所以你現在是皇后。 而是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位預言,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 就是耶穌這樣受難的事情。 我不會說更多的詳細, 我可以說更多的詳細, 但是,我希望你重點在聖殿的聖殿, 這個聖殿的聖殿的聖殿, 聖殿的聖殿聖殿。 現在,聖殿的聖殿, 這句話是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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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到了最終的心願, 希望、希望、 他說,現在我可以死。 這是最終的心願。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 這是一個極盡地完成他的心願。 當然,很多教會說, 他非常開心, 第一次, 有人寫, 先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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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是一種想法, 例如大家, 他抱著耶穌,說:「寶貝, 他感到這麼多幸福, 這並沒有其他事。 你和我, 不僅僅持著耶穌基督, 但我們把祂放在我們內裡。 而我們是來領受祂。 所以,他沒有想過這個極盡的幸福, 他沒有想過。 這並不可能, 只能夠親吻祂, 親吻祂, 那還能怎樣呢? 但耶穌, 當祂活動前, 所寫的! 祂活動向我們, 其實活動真的! 有何嚴重。 耶穌在還沒上十日, 祂就將祂自現上, 和我們盡道自由地現出。 所以, 那我們在想過什麼, 就是了用於對方、 聖堂聖誠的基督。 那樣子, 一切都完全完結。 所有的願望都達成了, 那還有什麼負負何求呢? 但這並不代表, 當我們領受最終的幸福, 當我們領受的生命結束, 死亡引導, 什麼是願望? 願望不是我喜歡, 例如,我喜歡什麼, 我喜歡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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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去外出, 這並不是真正的願望, 好嗎? 這並不是真正的願望, 每個人都有一些小的願望, 我們好想更多的事情, 但是這並不是真正的願望。 真正的願望是, 我們是成為別人所希望的物界。 這是非常深奧的。 我所說的, Lacan說得非常好, 但我會告訴你, 我沒有太多時間, 但我會告訴你, 如果你想想, 這是非常深奧的。 如果一個嬰兒在晚上睡覺, 哭吵的時候, 他想要什麼? 他不是一直想要飯, 或其他東西。 他想要媽媽的身份, 說, 我正在這裡, 我照顧你, 你存在, 我愛你。 他希望他的父母親站在他旁邊, 他知道有人會照顧他。 同樣是, 兩人的愛人, 最後一人會給別人。 那就是夫妻之間, 或是情侶之間, 就是為對方, 就是相扶於對方。 所以, 他們在祈禱。 所以, Simeon, 遇到神, 生命終於誰是。 什麼意思呢? 我祈禱給神, 我愛神, 我愛神, 我願意在天堂, 我願意在祈禱, 我願意在祈禱, 因為有什麼更多。 當西面遇到耶穌基督的時候, 他所有的希望、期望, 所有都結束了。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祂終極的希望。 那什麼更多呢? 現在, 要承諾, 所以, 耶穌會把我帶來的祈禱, 我會成為一個孩子, 而且, 在耶穌基督的懷抱。 所以, 我的希望, 會成為耶穌基督的懷抱。 所以, 我的希望, 會成為耶穌基督的懷抱。 這是最後的希望。 和我們說的是,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真實的生命, 真實的生命是, 是, 那種最終的幸福。 是, 我們想, 其他人要求我們。 那這希望結束了, 它就成為了, 成為其他人的希望之中。 所以, 你們看到這個奇妙的生命。 所以當我們領受聖誠, 我們非常開心,因為我們要取得祂, 我們愛耶穌祭祂如此多, 我們就來入內, 然後? 什麼? 然後我們說, 從這個角度的視線, 我希望祂的生命, 我願意這、我願意這、我願意這、 它已經結束了, 現在你就是我的生命。 我,是一個願望。 說他們說:「我願意這、我願意這、我願意這。 所以,我們願意這、兒子, 我的願意這、兒子, 我覺得,我願意這、兒子。 所以,我願意這、兒子。 但是你願意這、兒子。 因為這個獨自的生命結束了 然後,在祈禱後, 一個巨大的生命就開始了 一個巨大的希望就開始了 耶穌想我,祂愛我 祂進入我,然後我們成為一人 所以我個人的希望已經結束了 然後更大的生命引入我裡面 那裡面有更大的希望 所有的都賦予在我裡面 這是為什麼我講這個 因為有些人... 我一直在想, 很幸運, 當我們成功成功, 我們都很不高興了嗎? 我希望大家可以告訴大家 例如說, 當你去學校的時候 你很開心 當你去學校的時候, 你不太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成功了什麼你想的 但現在, 每一種新的生命, 工作還有新的領域, 同樣的勞工, 所以,就好像一個人考到大學, 一考上的時候就很高興, 可是等到他快畢業的時候, 也許就沒有那麼高興, 因為他的願望已經要達成了, 畢業之後,何去何從, 要找什麼工作, 可能他很迷茫, 然後如果去當兵也是這樣。 你會去, 你會計算那天, 你會自由, 但當是結束後, 你會不開心, 而你會不知為何, 因為這是生日結束, 然後, 新的責任, 新的事物都開始了。 但是, 記住, 當你真的愛, 尤其是有些人, 和你還滿意, 但那些人很絕對。 所以, 你會贈禁, 你不會想要任何事 done, 但你會更開心, 那些人很想要你。 你對彼此很相愛, 你什麼也不要求他, 你只希望你成為他的要求。 所以,我不會繼續說這件事, 但我想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禮拜的禮拜。 我們在禮拜的禮拜, 當禮拜的禮拜的禮拜, 在禮拜的禮拜的禮拜, 是這個。 謝謝神, 我之後可以死, 你都在我身上。 也就是禮拜。 教會的禮拜, 是同樣的禮拜。 在禮拜的禮拜的禮拜的禮拜。 因為祂已經領受了最高, 所有的都可以繼續。 今天, 那些人會領受聖聖民會, 當你領受聖民會, 說真的, 是的, 現在, 神, 讓我、 你可以打我, 你不再打我, 所有的已經結束了。 但是這不是很壞, 因為現在, 所有的確成了, 現在, 你現在在裡面, 神是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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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我。 那就是這樣。